顾太医前来拜访 可是太子的情况有变 回殿下 太子殿下体内所中之毒 乃是由两种毒药混合而成 实在是难以分辨 微臣绝尽全力 也只能暂时压制住毒的药性 倘若八日之内 再没有解药的话 那么太子恐怕凶多吉少 殿下 时间紧急 那微臣就直说了 倘若这次太子医治不成 那么整个太医院都会被治罪 而王妃娘娘的父亲韩太医 则是整个太医院的首席太医 也难讨其罪责 所以 微臣此番前来 是想请王妃娘娘协助微臣 帮主研制解药 很不巧 王妃和宁静一块出去郊游了 如果事情是这样 我马上派人去把王妃接回来 殿下 王妃娘娘是否去药鬼谷郊游了 顾太医何处此言 回殿下 昨晚微臣的药同 在药鬼谷附近财药的时候 看见顾七少和宁静小姐 一起扶王妃娘娘进了药鬼谷 微臣的药同以为看错了 现在想来 恐怕确是王妃娘娘无疑 殿下 此番药鬼谷之行 恐怕没那么简单 微臣愿与殿下一同前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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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样了 好很多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 你放心吧 我这个毒药啊 可以控制他身体里面的毒素 不会再复发了 那之后怎么办呀 七少 秦王大人来 此时正在谷口 这么快就知道王妃在我这里了 让她进来吧 是 对 杜丫头 你好大的胆子呀 竟敢一个人就闯天坑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 你这条小命早就没有了 秦王请 秦王请 顾太医 麻烦你 真是寒心啊 有些人就是会侍候诸葛 对 杜丫头差点就没命了 也不知道我们秦王殿下 爬到哪里去了 殿下 娘娘体内还有残留毒素 如果现在贸然拔针的话 恐怕会留下后遗症 还需要用内力将毒素逼出才行 对 所以你们赶紧走吧 我帮杜丫头 关你什么事啊 出去了 你 走走走 殿下 请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女il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太子哥哥 你醒了 太子哥哥 你怎么样 田某 你可能看见 是谁给你下的毒 那你怎么会中毒的呢 说啊你 太子哥哥 太子哥哥这是怎么了 陛下 殿下遭毒反噬 现在情况更加危险了 什么 你这个用意 把韩从安打入天牢 找接棒的人帮太子看兵 是 太子哥哥 太子哥哥 有你们去找韩芸汐就够了 我去了只会收他息落 我不要去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顾及你的面子 我问你 到底是你爹的命重要 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你这孩子怎么越大越不动事呢 还不跟娘一块儿 去跟你姐姐赔礼道歉去 娘 父亲也是他的父亲 就算我不求 不道歉 他不还是要去救的 很好 韩若许 如果从今往后 你想沦为娼妓的话 你今天不必去了 姐姐 别 别这么吓孩子 若雪 一起去吧 相信我 你姐姐啊 绝对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 她会原谅你的 你就放心吧 放心啊 你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 多谢七少的救命之恩 这么说 你是要离开这里了吧 我跟殿下回去还有事情要办 就不在这儿打扰你了 去吧 反正帮你解毒 劳心劳力欲朽的外人 也比不上帮你治疗不到半个时辰的一个情人 这可不像顾七少说的话呀 你既然救了我的命 救死我的恩人 怎么都是外人呢 你放心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